欢迎收听大安纪时,我是吕鹏 胖子赶紧收起玩闹的心思 把一个物证袋递到周海面前 里面赫然是一把菜刀 这个就是尸体西侧发现的凶器 上面有卷刃的痕迹 不过现在刀已经生锈了 说着把袋子放下 又掏出两个物证袋放在周海面前 这儿是一个胸罩 另一个是手腕上带的一串转运珠 不过这转运珠里边 只有三个空心的金珠子 做工看着有些粗糙 我也没法判断是不是真金的 周海看了一眼 珠子非常脏 确实无法分辨 不过边上配置的玛瑙珠子 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贵不了 找个盒子 轻轻的冲洗一下 然后将冲洗的水流样 送曾大姐那检验一下 是不是有死者的DNA 兄赵拿过来 我看一下 胖子赶紧递给周海一个袋子 里边装着一个脏兮兮的胸罩 从肩带的颜色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件大红色的内衣 尺码非常大 可惜标签剪掉了 在胸罩正面 左右各有一个小扣子 打开扣子 胸罩外层的布料被打开了 如此设计 周海一皱眉 身侧的照新力 撞了周海的肩膀一下 那什么 这个呀 未婚小伙很难搞清楚 我告诉你啊 这个是凉库 开仓放凉用的 懂了吗 周海明白了 把胸罩放回袋子里面 看了一眼胖子 这次胖子没有偷肩耍滑 找了一个透明的盒子 用水泡了一下 那个转运珠的手串 小牙刷来回的刷洗 一会儿就清理干净了 简单擦拭了一下 胖子举着转运珠手串 送到放大镜下 那金色的空心球侧面 果然有一圈小字 JY999 胖子有些惊奇 用手上的一把镊子 用力压了压 珠子没有变形 我知道了 这个是什么三地硬金 标注的也是千足金的标志 虽然看着大 不过客数啊 非常少 这三个珠子呢 估计不到四克 如果用纯千足金来做 就这三个大小的珠子 不得十几二十克啊 周海对这个不太懂 不过听他说了 还是抬头看向胖子 那价格呢 这东西不保值 不过工艺蛮贵的 毕竟看着值钱呢 就这么一串啊 一千五百块钱撑死了 看起来跟纯金的似的 如果换成纯金的 我算算啊 光这几个珠子 就得六千多 差不少钱呢 周海一愣 他对这个没什么概念 不过至少说明 死者并不富足 还很虚荣 希望别人看到他光鲜的一面 再度看了一眼 胖子举着的那串手串 测量一下长度 估算一下死者手腕的粗细 胖子点点头 他知道周海要干嘛 毕竟这个手串啊 是没有弹性的 就是绳子一拉收紧了 用力拽两边就拉开 一般的都是现场编制的 那么与死者手腕的粗细 非常接近 赶紧拿起软齿 贴着手串的内臂 测量了一圈 得到的数值是23.5厘米 胖子想了想 用软齿掐着自己的手腕 测量了一下 得到的数值是24.5厘米 这家伙够肥的呀 我手腕才24.5 他就干到23.5 岂不是也得有200斤了 胖子的发现 引得赵新立他们都凑了过来 周海看看胖子的手腕 又看看那串手串 看死者的盆骨就知道 死者体重不低 尤其是那种刚生育完 没有多久的状态 因为过于肥胖 身体呢 体重又很大 再加上盆骨的前后径略断 死者出现了持骨游离状态 根据这些分析 我给出的死者刻画就是 女性年龄在28岁到30岁之间 产后两个月到六个月 身高在1米62 体重在170斤到200斤之间 有持骨游离和产后底下关节紊乱 如果严重 无法长时间久利或者行走 死亡时间在2016年5月至12月之间 家境一般比较爱炫耀 他所生的孩子至少是个巨大耳 或者羊水过多 不过还是进行顺产了 周海的分析给出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 他的话音刚落 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了 哎呦 分析出来了 太好了 我就说你是我服将吗 以一顶百 行了 我先安排一下搜查 你这有什么别的消息 及时给我打电话 周海早就看到 咪在一旁的王雪超了 只是人多 没有揭穿他 这时候见他说了话要跑 周海叫住他 上楼吧 我有事和你说 胖子和赵新利负责收尾 这里需要化验的数量太庞大了 你们把所有的东西整理一下 另外 把那把凶器菜刀 直接送到僧大姐那 让他全面提取 看看这个刀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 胖子点点头 好的 虽然在水里泡了很久 不过看这上面呢 似乎有绿色的东西 我不确定是什么啊 还是让曾大姐呢 好好分析一下 比较靠谱 周海没再说什么 拽着王雪超上了楼 胖子和赵新利 已经开始按部就班的整理起来 一上二楼 周海抬手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咋了孩子 王雪超心里有些没底 要知道狐妖精那个便宜爹 还在里边丢着 小狐那边也没啥线索 周海一单独找他呀 他心里直打鼓 刚才说的你都听到了 是吧 啊 听 听着了 你看我这都用小本记下来了 周海把刚才所说的几点 全部标注在白板上 看向王雪超 这些条件堆在一起 你会发现 这个女人是个很普通的平常人 收入不高 有点爱炫耀 爱美 虽然胖 却挡不住爱美的心思 刚生完孩子 就去串了手串 或许是别人送的 不过家境不富裕 即便是刚生完孩子 在如此重要的时刻 都没有得到贵重的礼物 说明他们的家境 要比一般人家还要差 死者的支架很饱满 虽然已经呈干湿了 也能感受到 没有支架油 没有修剪边缘的硬皮 连小手指上的支架 都是短短的 他的工作 一定是跟卫生要求 非常严格有关 或者是必须长时间 用双手操作的工作 比如食品 卫生 检验 化验 这些相关职业 这是久而久之形成的习惯 很难改变 至于那把菜刀 看着就是家里做菜用的 两种可能 一种是死者家就地取材 另一种可能 是凶手家的 或者临时购买的 不过菜刀并不锋利 颈椎都砍了三次才砍断 这不是一把新的刀 王旭超一边写 一边不断点头 你说的这几点很关键呢 越看越像是激情杀人 完全没有准备 或者没有计划周相的行为 周海把地点圈了起来 这个地点一定不是第一现场 那么按照远袍近埋的特性 这个凶手家或者死者家 一定距离这个地点不远 将失踪人口的搜索 主要放在这个位置 五公里范围之内 得嘞 太好了 我正让小刘盯着他们 查找失踪人口呢 这个工作很繁杂 有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你 周海没接茬 抬眼看看王旭超 行了 工事说完了 现在谈谈私事吧 王旭超一愣 一脸紧张的看向周海 你别着急啊 那个胡和平呢 还在里边呢 再说了 他是刑事拘留 涉嫌纵火呀 证据确凿 所以最长37天是没问题的 即便放出来也甭担心 我派人跟着他 保证让他无法骚扰到胡小宇 这样总行了吧 如果背后真的有人 你觉得这个人 还会用胡和平这个气字吗 只是丢给我们添堵罢了 王旭超想想周海的话 确实幕后这个人的心思很难猜 到底是想要对周海不利 还是有什么打算 完全看不出来 第一次出手到第二次出手 中间间隔了两个月 确实很能沉住气 小胡那边的进展呢 几乎是零 找了专业人士过来帮忙 暂时还是没有什么收获 王旭超抓抓头发 别的我们干不了 不过你跟胡小宇 还有洛洛身边 我都派人跟着呢 我觉得呀 这个人如果有能力独自行动 他就不会搞这些 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真要是向胖子分析了 是哪个嫌疑人的家人 或者朋友进行报复 我想他们会来更直接的 就像方清的父亲那样 破油漆 或者直接找上门 而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他在不断的尝试 想要激怒你 让你抓狂 周海仔细想了想王旭超的话 虽然看着王旭超 平时不靠谱 可刚刚这段分析 说的非常不错 如果这个人 要是想要对自己不利 确实他能做得更狠利 比如第一次 将肘子丢在下水井 如果将肘子换做 任何一个人 周海都会疯掉 至于这一次 如果再撞到自己的时候 那个胡和平 直接引爆身上的汽油桶 那么他已经不会 在这想问题了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这个人要什么呢 他这么做 能得到什么呢 这还真不知道 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 或许是没想好 再或者是猫抓到老鼠 最后的心态 逗弄之心 猜不出来 我呢也建议你别猜了 干脆把这事放一放 那个胡和平呢 你就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他出现在 胡小雨的生活范围之内的 周海盯着王旭超的眼睛 这个保证 周海知道他是认真的 好吧 我不想了 这个调查不容易 你抓紧安排人进行排查吧 现在罗家父母已经去德国常住 小雨也盘掉了酒吧 没有了这些点 他想找小雨也难 王旭超点点头 抬手举起手机 将周海白板上写的东西全都拍下来 行了 我也不跟你闲聊了 赶紧的去做失踪人口的排查 最容易也最不容易 如果家人报案了 怎么都好说 没报案 啥都找不着 周海点点头 王旭超说的非常对 死者的指纹 稍后我们这里进行排查 新版的身份证录入 早就开始了 死者是2016年出事了 运产期也在这之前两个月 这些都需要新版身份证 还有社保卡 我估计死者换了新的身份证 你等我消息 王旭超微微一皱眉 指纹不是按一下就有了吗 怎么这么复杂呀 周海掏出手机 找到一张死者干尸状态的手部照片 王旭超看了看撇了撇嘴 哟 忘这茬了 你又要给他泡走了 行了 你继续 我走了啊 说着 王旭超快步出了办公室 与此同时 赵新丽过来了 跟王旭超打过招呼 推门走了进来 头儿 小梁不在 那个卢菲尔事迹 我们不会搞啊 泡了好一阵 没啥反应啊 周海看了看他 打电话给小梁 他在二组办公室 存了一些调配好的 不过拿给我看看 赵新丽把那个烧杯递给周海 他闻了闻 味道是没错的 难道这里边 有什么比例不对吗 看着那几片尘底的纸腹 周海找到一只镊子 将其中一片夹起来 烧杯的弧度 还有水中的折射 让人没法看到真正的大小 夹起来一看 周海目光一向照新力 那家伙早就转身放下烧杯 去将拓印板取了过来 哎呀太好了 估计啊就查这么一会儿 周海懒得揭穿他 抓紧提去指纹 然后开始在信息库搜索吧 这个估计速度很慢 好嘞 在户籍系统查找啊 就是这样 基数太大了 不过没办法 被害人很少有进过工的 只能这么弄了 去吧 好好查一下 你让大刘他们 把死者的头骨送过来 我想仔细观察 啊 好的 赵新力转身下楼了 周海的目光落在白板上 第二天一到中心 周海就扎在办公室里 死者颈椎的刀伤那儿 已经被周海打磨成 极薄的骨片 在打磨的声音之中 胖子推门进入办公室 走到周海身边一看 发现他手中的骨片 还有些诧异 啊 赵新力呢 他们怎么没过来做这个呀 有案子 被庞主任临时派去永安了 走得仓促 没和你说 比对的工作啊 都丢给王雪超自己干了 哎 你怎么了 胖子一咧嘴 笑了起来 俩眼呢 都看不到了 成了一道缝了 晃悠着 进了房间 把身后的另一只手拿出来 一摞报告 都在手上 周海放下手中的骨片 轻轻的冲洗了一下 把双手擦干净 这才快步走了过来 赶紧说 什么情况 别卖关子 这能什么情况呀 化验出来了呗 那把菜刀上真的很丰富 虽然被泡在水里 还被裹在泥沙下方 上面竟然找到了很多物质 有猪的DNA 菌类 淀粉 等等二十多种食物 从这些食物的类别来看 这把刀确实是厨房用的 并且曾大姐说了 这家人呢 压根就没有生熟分开 一把刀搞定家里的一切 只闻什么的 有所发现吗 哎 你这要求太高了 菜刀上找着这些东西 很不容易了 这是曾大姐找的 胖子脸上的笑容凝结了 盯着周海看了半天 一时间被怼的说不出来什么 思索了一下一拍大腿 哎 那个小飞象的标志我们查到了啊 就在昌河区 距离案发地不远 有一个小型商业街 那儿就有这个品牌的店铺 确实是母应用品 价格虽然便宜吧 不过质量不怎么样啊 跟死者身上大小一样的棉线小辈子 我随意问了别的店铺 带包装的大概都得二百四往上 不带包装的呢 大概一百九往上 而这家店呢 带包装的非常精美那种 价格在一百三左右 不带包装的就七十左右 什么奶粉的衣服啊 都这样 看了我都觉得惊讶 这么便宜 胖子把手机打开 找到一张照片递给周海 不过你看啊 他们家是要求会员服务的 如果不买这个一百八的会员卡 就没法享受这些优惠 我问了店铺的服务员 他们是电脑销售记账的 如果这边找不到死者的信息 咱们可以查一下他们的销售记录 毕竟整个东南就这么一家 你的意思是 那个品牌只有这里有的卖 别的地方没有卖的 胖子回答说 就这意思 那就让他们查吧 既然是会员制 那么销售的信息都比较准确 查询过去一年的销售记录 就要这个棉线小辈子的 我记得是天蓝色 一般这个颜色都是给男孩买的吧 胖子扎巴扎巴嘴 似乎自己的一句话 给自己找事了 赶紧编辑一条微信 发给王雪超 让他派人去查账 这边动作还没停呢 周海桌面的电脑叮咚一声响了起来 周海和胖子赶紧站起来凑过去 此时这个声音听起来啊 真的是太悦耳了 毕竟昨天一夜就这么查找的指纹信息 到现在才有结果真的不容易 凑到近前 周海抓起鼠标 点开搜索出来的结果 一个身份信息跳了出来 张巧巧 女 1988年4月16号出生 住址西福镇 东铁齐后村133号 户籍登记地址是2014年11月 上面呢 还配了一张照片 一个圆脸的姑娘 看着面旁风雨 但绝对不胖 眉眼之间带着秀气 一双笑眼 微微眯起来 周海掏出手机 胖子赶紧搜索到 这户人家的相关信息 张巧巧是家里的次女 她还有一个姐姐叫张彬彬 户籍已经迁出了 父亲张明才 母亲万苏香 王雪超的手机接通了 周海的目光落在户籍信息上 你找到失踪人口的信息了吗 王雪超那边非常杂乱 能听到周边都是人 似乎还喊着什么将第二个抱过来 找着俩了 还在排查呢 你那有消息了吗 指纹比对出来一个 他叫张巧巧 不过户籍信息上 没有登记婚姻状况 我想很多已婚人员呢 都会为了耕地问题 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行啊孩子 你可以啊 现在都知道人头地了 其实啊 男孩子还有宅基地 不过现在呢 用地紧张 一般都补批了 所以之前得到人头地的 即便结婚也都不迁出去 确实这周边的乡镇 这个现象呢 还是很多的 你快说说 哪个乡镇的呀 周海示意胖子 把这个信息编辑成一段文字 发送给王雪超 距离你们不远 在西府镇上 地址和信息 我发给你了 看样子 这个张巧巧结了婚 并没有前出户籍 王雪超美嘶嘶的笑了起来 将手中的一摞A4纸 全部平铺开 在上面一顿搜索 这名字我听着太熟悉了 我觉得我一定是见得过 哎 找着了 就这了 不过这个失踪人口信息 有些差别啊 什么意思 周海有些疑惑 能有两份近似的信息 这个不是最好的事吗 这样吧 我们呢 一起朝西府镇走 我们这的那份 失踪人口信息表上 都打电话联系过 这个张巧巧 家人备注的电话 是无法接通 周海明白了他的意思 没有耽搁 直接拦住他剩下的话 懂了 我现在就朝着西府镇的东铁齐后村133号赶 你们到了 等我和胖子一下 行 那我去过几回 你啊 告诉老王 在村东的路口集合 我们在那等着你 咱们先汇总起来 然后再说其他的问题 胖子这边 已经给老王打过电话 俩人拎着箱子下楼 周海看了一眼胖子 相机带着了吧 带了 昨天大流拍的照片还在里边呢 放心吧 我都带着呢 半个小时之后 老王的车子就赶到了村东侧的路口 两辆警车停在那 王旭超 跳下来上了老王的车 胖子看着一脸神秘兮兮的王旭超 超哥 你这咋了神秘兮兮的 有什么不可告人秘密啊 王旭超赶苍蝇似的 朝着胖子摆了摆手 去去去 没空跟你扯皮 孩子你看 这个是失踪人口的信息 里边有个同名的张乔乔 跟你发过来的那个 差别很大 先不说照片 毕竟刚生完孩子 有些变化是能理解的 不过这个精神 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 周海接过王旭超的平板电脑 翻看了一下 这个应该是家属提供的 失踪人员照片 一个肥胖到仿佛馒头似的女人 抱着一个孩子拍的照片 从表情上看 似乎这个张乔乔非常不想拍照 是伸出一只手朝前要挡着镜头 另一只手挡着孩子的眼睛 一脸的愤怒 张乔乔身上的衣服呢 就是一套棉布的长袖睡衣 上边带着粉色的蝴蝶结花纹 整个脸上惨白 浮肿的已经看不到眼睛 就能感受到一道缝隙 额头的发际线特别高 右侧几乎可以用秃来形容 而孩子的头发非常浓密 全部扎起来朝上掌着 开装裤底下没穿尿布湿 只是在张乔乔的腿上垫着一块棉布 应该是老人准备的土尿布 确实像王旭超说的 这个张乔乔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不好 精神非常萎靡 即便十分不满 眼睛也只是盯着屏幕的方向 特别的无神 眼俭下方的肋沟和眼带都非常大 并且透着一股子青涩 腿上盖着一个薄薄的被子 不过被子只盖了膝盖 腿还在外边 以一个非常怪异的姿势伸展着 脚上的袜子全部囤积在脚掌和脚尖的前方 脚后跟呢是裸露在外的 照片的一角露出一部分阳台 能看见上边挂了很多很多的尿布 阳台的门哪是开着的 那儿呢似乎站着一个人 只露出下半身 颠着脚 似乎在朝阳台底下望着什么 精神非常萎靡 这张照片上看 这个小男孩应该是刚满月 老人帮着照顾 用的土尿布 而且他的脚姿是有些怪异 袜子脱落了都没发现 我怀疑 这个时候张乔乔的厂后底下关节紊乱 已经非常严重 周海越说 王许超越是点头 是啊是啊 我就觉得啊 这个人不太正常 如果是普通产妇 要给孩子拍照应该很高兴 他这个样子有些不容易理解 你看啊 这个是张乔乔的爱人 去年7月22号到派出所报案的记录 他说他媳妇前一天出去买东西 顺路去单位查一笔账 然后当天晚上就没回家 他跟他岳父呢找了一页都没找着 这才来报警的 然后值班民警问 你们家有什么事吗 他说没有 就是五个多月之前 媳妇生了个酒精的大胖小子 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过自从生了孩子 他媳妇就怪怪的 总是自己哭 或者一个人抱着孩子 躲在角落里边 也不知道到底咋了 之后留下信息 民警呢让他们回去了 经过搜索各大交通站点 没有这个张乔乔的信息 最后这个报案呢 就这么挂着了 不过张乔乔的父亲 还有他姐姐姐夫 时不时的会去派出所问一下 胖子突然凑过来脑袋 一脸的疑惑 你是说报案的时候 是这个老公去的 还是报案的时候 是他岳父跟他两个人去的呀 王旭超转过来看一项胖子 我问了当时接待民警了 三四个人去的 不过他那个岳父和其他人呢 都没签字 就让他这老公自己签字了 那现在他这个人呢 哪儿去了呀 胖子嘴巴没停 接着问 还有啊 为什么就岳父和姐姐他们 去派出所问情况呢 不是该他老公最着急吗 王旭超见胖子 如此着急的追问 抬眼看看他 拍着他的肩膀 那我说你别这么激动 我这不没说完呢吗 这个人呢 叫孙向辉 人家在山东招金集团 有限公司工作 是金矿上的一个质检员 没事不回来 正好一会儿呢 过去问一下 似乎报案留下的那个电话号 是欠费状态 胖子似乎还要问啥 周海伸手拽住他的袖子 今天呢 胖子有些正义感爆棚了 总是想要跟王旭超磨牙 行了 进去问一下就知道了 张乔乔的父母应该不会说谎 另外那个孩子看看在哪 然后胖子 接着提取家里人的DNA 我们回去做比对 说到这儿 王旭超朝老王洋洋下巴 王师傅 摁下喇叭 让我的人带路 三辆车排成一字顺着小路 进入村子 这里说是村子 看着整体的布局啊 就像是一排排的小别墅 这个地方呢 从外观到院落 粉刷的颜色都是整体规划过的 还有些村民呢 在二楼上插着国旗 这村子看起来 每家每户的收入都不低 稍微一想也能明白 周围被工业园包围了 并且啊 剩余的土地 种植的都是樱桃树 那种连成片的种植 即便耕地租出去 补偿这一块就不少钱 如果再干着别的工作 比一般城里的居民 生活要好得多 不大一会儿 拐了两三个路口 车子停了下来 小刘第一个跳下车 院子大门没锁 抬手拍了几下 一个男人的声音喊着来了 声音呢 从屋后边越来越近 伴随着踢了他拉的 鞋子摩擦地面的声音 一个老头把门打开了 也许是多年务农 肤色有黑 看起来十分苍老 王许超知道 这样的农民 或许实际年龄没有多大 他上前一步 站到小刘旁边 抬手一敬礼 你好 我是西城区刑警支队的王许超 你是张巧巧的家属吧 那老头点点头 脸上的紧张显而易见 王许超脸上的表情呢 尽量的放松 别紧张 我们就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张巧巧失踪了是吧 老头又点点头 朝着王许超身后看了一眼 见来了这么多警察 赶紧把手中的东西放下 在前大筋上擦了擦手 警察同志里边请吧 我们进去说一下吧 王许超没有推脱 这事也不是在院子里说的 周海和胖子跟着进去了 小刘从车上抱下来几瓶矿泉水 老王和剩下的人员呢 都上车去了 一堆穿警服的人 给周围的人太大的压迫感了 刚下车 旁边邻居就有探头过来看的 周海他们进入房间 在正屋的沙发上坐下 王许超接着说 我们今天来呢 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张巧巧的情况 再者呢 想给你们家人采写 这样可以和我们现有的情况 进行分析比对 看看我们找到的 是不是你家张巧巧 这老头用力点了点头 平静了一下心情 嘴唇还是哆哆嗦嗦的颤抖着 警察同志 我闺女找到了是吧 王许超看了一眼周海 脸上带着一丝笑容 将声音尽量的放缓 我们破案的过程之中 会经常碰到一些尸体 或者骨骸 这些人呢 我们都会与失踪人口进行比对 而张巧巧的信息 当时留下的不全 派出所的人呢 联系张巧巧的丈夫 似乎一直电话无法接通 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我们今天过来 也是顺路给你们采一下血 回去进行比对 如此一来 找到的几率也大一点啊 张巧巧的父亲听懂了 抬眼看向王许超 唉 我知道 时间越是长啊 就越难找到 不过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至少让我们心里把这个事撂下 不然 不然啥心思也没有啊 周海看了一眼胖子 他起身 走到了张巧巧父亲的近前 我先给您抽血 巧巧的母亲没在家吗 不 一大早赶急去了 估计快回来了 周海这才看向他的父亲 干瘦的身材 个子不高 一双手出奇的大 他这样的身材 张巧巧能胖成那个样子 真的有些费解 难道他母亲很胖吗 随后周海又问 您老伴 胖吗 他父亲摇摇头 稍微一想就知道 这话是为什么问起来的 我家那口子不胖 就我家老二巧巧胖 没结婚前呢 也不怎么胖 也就一百斤左右多点啊 就脸圆 生了孩子 跟气吹的似的 一下子胖了七八十斤 他姐姐彬彬的 跟我们一样 瘦得像个马杆 生俩孩子了 也还是那么瘦 那个张巧巧的丈夫 平时在招远工作 平时过来吗 孩子是在这吗 王许超一下子丢了几个问题 毕竟这个正屋一目了然 房间内没有小孩 连小孩子的用具都没有 这不应该是孩子 在这居住的样子 他叫孙向辉 在招远金矿当个啥头头 工作挺忙的 有俩月没回来了 过年的时候 过来扎了一头 没十分钟就走了 至于孩子 我们呢 没给他看着 瞧瞧找不到 我们没那个心思 就月子里啊 瞧瞧他妈过去 照看了一个月 之后他婆婆 过去住了些天 周海轻轻的拍了 拍老人的腿 没有安慰 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 不过好在时间 过去快一年了 这个时候 接受能力 要比之前强一些 别难受 跟我们说说 张乔乔 是不是怀孕的时候 胃口特好 还是你老伴照顾着 所以胖得快呢 他父亲 抬手撸了一把脸 唉 他妈过去啊 照顾了一些日子 这孩子呢 最初孕吐 后来不吐了 就飞快长肉 检查了身体 说是血压血糖 都非常不好 让控制饮食 那时候马上生了 能控制啥呀 这孩子生儿子的时候 受了罪 看着他一直不太开心 闷闷不乐的 月子里呢 一直吵吵着 说胯骨和腿呀 都疼 疼得坐不住那种 为这个 常和女婿拌嘴 后来我让我老伴 赶紧回来 他在那 我怕瞧瞧 觉得有所仰仗 两口子不是容易拌嘴吗 走了关门 就他们两个 还能好点 谁撑想 他妈回来没几个月 这乔乔就出事了 王雪超递给他父亲 一瓶矿泉水 报案的时候啊 你们说张乔乔 是去单位办事 然后没回家 那你们去过他单位吗 去了 他单位领导说 乔乔没过去 只是给他们主管 发了一条短信 想要产假之后 再请半个月的假期 不过他们主管没同意 直接回了一个不行 请假呀 得拿病历 和医生开的假条过来 没有这个 说出大天去也不行 王雪超似乎想问什么 周海伸手拽住他袖子 抢先问道 短信发出是什么时间 您还记得吗 张乔乔的父亲 哆哆嗦嗦的 找出一个小本子 翻到一页 递给王雪超 信息啊 是去年7月21号发的 那天是星期四 平时是我家乔乔 他们店盘店的日子 王雪超翻看了一下 把本子递给周海 张乔乔在什么单位上班啊 也不是啥单位 就是一个出口的窗帘厂 他一直做质检 那个头头对他很好 按理说呀 顺产的假期就三个月 乔乔休了快半年呢 人家一点说到没有 还帮着延长假期呢 周海拿着手中的小本本 翻看了一下 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 记载的都是各个时间点 短信是2016年7月21号 下午4点半收到的 而张乔乔是7月21号上午出门的 他们报案是在7月22号早晨7点20分 看来是找了一夜没有找到 一早去报案的 不过从上午出门到下午4点20收到短信 这期间呢 有五六个小时 上面是没有记载的 死者干什么去了呢 周海抬头 看向张乔乔的父亲 问他 张乔乔上午出门干什么去了 孙向辉说呀 乔乔要出去买点东西 顺便去单位一趟 具体干啥去了 谁都不知道 到了晚上7点 左等右等乔乔不回来 电话也打不通 孙向辉有些着急了 毕竟孩子饿了 他妈给喂了奶粉 孩子找不着 妈一直叫唤 孙向辉给我打电话 说乔乔没回家 不知道去哪了 问我能不能帮着 过来一起找找 我一听就急了 叫着他姐一家 带着我老伴 一起打车去了乔乔家 事一说呀 我们都非常担心 孙向辉说 乔乔的两个朋友 他也打电话问了 熟悉的地方都去了 乔乔单位也找了 就是没找到 不知道是不是出啥事了 我们赶紧分头出去找人 那一宿啊 海边江边都找遍了 整个东城昌河 还有西福镇也都找遍了 都没找着乔乔 早晨呢 我们都回到乔乔家 商量了一下 我大女婿说报案吧 孙向辉当时说 不够24小时 人家不能受理 我大女婿急了 揍了孙向辉一拳 这个时候还在乎什么时间呢 早报案 不受理就在那等着 警察从监控找人 比我们找人有办法啊 就这样 我们一早赶到旁边的云华路 派出所 一个值班的警察 见我们这么着急 就给我们受理了 然后问孙向辉 瞧瞧是否有那 叫啥子病 就生孩子 生的精神不好的 那个 是产后抑郁症吗 对对对 就是说的这个病 孙向辉说不知道 就是找人问啥病啊 我大女婿啊 气得不行了 出去站着了 我家瞧瞧 自从怀孕 确实变化特别大 心情总是不好 动不动就发脾气 还跟他妈嚷嚷 自己变胖了 就更不愿意出门 所以我一直觉得 不可思议 他当天为什么出去 你要知道 他都没有合适的衣服穿 就是我老伴 给做的两条孕妇裙 既当睡衣 又出门穿 周海看向张乔乔的父亲 他的言语中 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自责 并且对这个二女婿 孙向辉非常不满 这个很容易理解 自家闺女无辜失踪 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对方还一问三不知 搁谁身上都受不了 再者 他父亲所描述 瞧瞧的症状 这就是有些产后抑郁 这个很可怕 有些患者真的会自杀 或者带着孩子死 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心理疾病 而公暖管道中的那个死者 是被杀的 恶警后 砍掉头颅 还有下肢 又将尸体背到通道里 这是谋杀 张乔乔的父亲 似乎想到女儿 微微垂下头 紧紧地抿紧双唇 控制着情绪 就在这时候 门开了 一个女人拎着很多吃的走了进来 见到一屋子的警察 手里的袋子啪叉一下 就掉到地上 胖子坐在边上 赶紧帮着那个女人捡起来 大爷 别紧张 我们就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这家放哪啊 我帮您送过去 那女人赶紧望了一眼张乔乔父亲 见她还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原地 这才放心些 有些不好意思 让胖子帮着搬东西 啊 给我吧 这个就是放厨房里 嗨 大爷 甭倒手了 我帮您送过去 说着 拎起地上的大包 帮着女人送到厨房 周海看了一眼 这些事胖子很擅长 估计直接给这女人抽血 然后聊些细节的东西了 王许超把那个小本子 递给乔乔的父亲 你有孙向辉的电话吗 他站起身来找了半天 在电视旁边啊 找到一部老旧的按键电话 举起老高的手 在那翻着起来 不大一会儿找到一个号码 找到了 就是这个号码 王许超寄下来 起身出了房间 站在院子里 直接拨打过去 响铃了八九声 对方接通电话 语气显得非常谨慎 喂 找谁啊 你是孙向辉啊 是 我是西城区刑警支队的 我姓王 我现在在张乔乔的家 你什么时间回东南呢 有事需要跟你核实 还有你儿子 我们需要和一个死者 进行DNA亲子鉴定 来确认是不是是张乔乔 孙向辉愣了愣 停顿了好一会儿 王许超接着说 喂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抱歉啊 我在算我的牌班 这周很难回去 不过我母亲带着儿子在家 要不你们去家里做鉴定 我跟他打个电话 你看行吗 他们在东南呢 就人民路上的 惠民小区三号楼 我忙完这会儿 把地址发给你好吧 你不回来 我回不去 单位最近在考核 如果请假 需要总经理批准太难了 对了 你们说找到乔乔了 在哪找到的 能拍张照片给我看看吗 王许超抬手揉着下巴 这个小子说话 真的让人想揍他一顿 工作忙 疑似媳妇的尸体找到了 都不急着回来 反倒让自己给他拍照 还问在哪发现的 这不合成理 死者的身份暂时没确定 我们要先做DNA鉴定 确认了死者是张乔乔 我们才能向你说明其他问题 明天会有人跟你联系的 希望你保持手机畅通 不要随意关机 感谢观看